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二册 第五单言敬圣 六 圣史中336 能长保国则 能终善则也 诸侯病例 能终善则为常 劣势病例 能终善则为师 这条出自于卷33 宴子 能够保持国家长久者 能够保持国家的长久 是能自始至终行善证的人 从开始一直到以后 后面都是实行善证 这样的人他来执政 国家就能够保持长治久安 诸侯病例 诸侯病例于世 这个是古代诸侯 诸侯病例于世 自始至终能行善证者可为首领 诸侯是一个地方 一个地区最高的行政首长 如果诸侯能够自始至终行善证 那么他就可以当首领 能够带头来领导这个地方 劣势病例 众多诗人病例于草 诗人是读书人 现在讲知识分子 诗人读书人自始至终 能够行善试旨可以为师 就是说能终善 从开始到最后 都是能够实行善试 这样的人就可以为人师 就可以做一个国家民族的老师 就像孔孟一样 孔子 孟子 老子 都是能够行终善 终生行善 他就可以为人师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滑稀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